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放 北部都換區一直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今天的嘉賓是團結香港基金的副總裁 也是他的研究部的日口 好 疑問 其實Ryan 你好 北部都會區就很重要 現在又說收地 換地 搞到大家都比較confused 你作為一個大的研究機構 你怎麼看呢 其實北部都會區整個過程是做了很久 說了很久了 北部都會區其實再前身就是我們講的很多不同的新發展區 包括股東巴 粉嶺 包括洪水橋 其實他一開始講的時候 我記得是2008年 是的 做公眾諮詢 一做就做到2015年 之後2019年就開始收地 2019年就收第一次地 第一期 股東北的第一階段 2020年就是洪水橋的第一階段 再去到去年就是股東北的第二階段 今年開始就是洪水橋的第二階段 再加上新田 大家可能有一個錯覺就是 為什麼突然間聽到很多東西 之前都不是怎麼聽到 好像很靜的 好像很靜的 那是不是突然間政府加快了 其實又不是 其實你看回他一路的時間表 其實正正就是跟回他的時間表去做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突然間這陣子好像很快呢 我猜是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現在它在北都裡面收地 它有一個叫做加強版傳統紳士陣模式 什麼意思呢 傳統紳士陣模式 就是我們以前譬如做沙田 荃灣 就是政府一次過將地收回來 所有地收回來 整個地 沒錯 然後政府再去拍賣 這個就叫做傳統紳士陣模式 現在有一個加強版 加強版它加強在哪裡呢 就是它給一個機會 發展商如果它是有地 亦都是符合規劃用途的話 就可以申請我們俗稱換地 就補地價可以自己發展 那為什麼好像今年政府收的特別多地呢 我相信是因為過往 我剛才說19年做過一次 20年做過一次 過往兩輪所謂收地的時候 其實發展商都叫做很積極去換地 那當大部分的發展商都換了地的說話 那就是說剩下政府要收地的數量 自然就不多了 換地即是圓區換地 圓區是沒錯 圓區換地 就是回到你的規模 沒錯 當年荃灣也好沙田也好 圓區換地 當然要補地價 因為用途不同了 那今年我們看到情況有點不同 一個都不肯換 很少數換 不換的佔大多數 發展商肯換地的是少 換句話說 即是說剩下來政府要收的地就多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到 好像數量上 今年政府收那麼多地 是不是今年才有動作呢 我就不是的 只不過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就讓大家看到一個錯覺 那這些發展商不肯換地 是不是對後市業看好呢 我相信發展商有它自己的看法 那我自己估計就是 始終你去一些新發展區 去發展其實它那個過程比較長 因為你的基建又要等 click card 那現在和譬如相對 譬如19年、20年 即是4至5年前 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現在的息口環境不同了 以前說 以前說的 一厘都不用 即是等不需要 即是分不需要 沒錯 那你現在說的 可能我們平時供樓就4、5厘 但是你知道發展商 它的利息成本更高 可能去到6至7厘 那你當那個發展時期 那麼長的時候 那這個利息成本 就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加上未設立之前 有一段時間發展商 都害怕的 那它賣樓又賣得不太好 那資金回動又慢 那在它的角度 它就可能覺得 那不如停一停 想一想 但我寧願 看清楚市場 看清楚市場 我先等政府 讓它收回 是 收地有好處 它不用補地價之餘 還可以收回那些錢 是 最多等政府可能一兩年兩三年之後 真的賣地了 因為政府收完都要再拍賣 是 是 是 到時它就再看市場情況 是嗎 再看到時的息口環境 再看它是否必 但是發展商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它是有一個這樣的考慮 那加強版 其實怎樣加強呢 以前都可以這樣 加強版就是它可以選擇去換地 因為 我以前不行的 以前 最傳統 譬如我們做沙田 譬如我們做荃灣 其實是沒有的 收完先 收完先 不過那時候有個不同 就是那時候政府有一個叫做 Letter A, Letter B 很多人都聽過 但是都是政府先收了 收完之後就給了 Letter A, Letter B 你之後可以拿去 去取得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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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所謂加強版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直接 我不用用Letter A, Letter B 是的 直接當下 如果你有塊地在那裏 大家傾便 當然是要符合規劃用途 就是說本身 你的塊地是打算起住宅的 政府也是規劃做住宅的 那你就可以申請換了 它都有些條件 就是你的塊地又不可以太小 就是你要4000平方米以上 當你符合了這些條件之後 就可以和政府申請原子換地 當然你最難的 傾保地價 我估計這次這麼多 這麼多發展商不換 我估計都是那個保地價 未必談得成 當然中間政府和發展商 那個估值有一個落差 我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估值 政府和發展商估值有落差 那麼多professional 不會差得那麼遠吧 還是政府太看好發展商 就是看淡後市 我估計未必是 純粹是看淡或者看好的一個問題 是 始終發展商和政府的考慮是不同的 因為 我先講發展商 第一 我估計起碼有兩樣東西不同 第一就是它 因為有股東等等 它有一個短期的一個回報壓力 沒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它的資金成本 息口也很高 那你換句話說 政府 當政府去看一件事的時候 它當然是有一個長遠的目光去看的 政府不會只是看三四點 政府不會看這麼短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 政府的資金成本一定比發展商便宜 政府如果發主權債券 即是它現在的AAA 可能是三多 是啊 那當中其實已經有那個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那個考慮因素已經是不同了 是 那政府現在收地 就要拿錢出來收 那現在我們說 喂 財赤 要幾多年後才平衡 那會不會對政府的財政壓力 是增大了呢 這個是yes and no 為什麼是yes呢 就是我相信政府它都有少少 沒有估計到這麼多 就是我相信政府當時都估計 其實都有不少的發展商會參與 要換地 那最後 真是參與換地的不多 那所以這裡我相信 政府有一個surprise 那所以第一就是有一個surprise 那第二你說 是否真是很影響財政呢 那又去看短期還是長期 短期從一個資金流的角度 就一定是 因為相對如果發展商補地價 那政府收不到錢得來 你還要先咬一塊出來 是 那所以在一個短期的方面 那一定是對於資金流 有負面影響 那但是如果你拉長一點去看 那其實也未必 因為政府收完地之後 那之後都拿回來賣 那它可能 當然它現在除了拍賣之外 那你聽政府都說 它會有一些其他的 叫做 就是撥地的方法 就是可能 比如參考內地一些叫園區開發 或者甚至乎如果有一些 除了在新田科技城裡面 如果有一些企業 是政府在重點上吸納的 可能直接撥地給它 但是當然 你不同的撥地方法都好 那你最終都是會收回錢的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 拉長來看 那對於政府的財政影響 其實也不是很大 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就是你先給 會不會 現在的發展商換地都不肯了 政府到時拿出來拍賣 沒有人舉手的那怎麼辦 那我覺得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就是相信政府都不是 今天收完之後 立即拿出明天賣 它都要做一些土地平整等等 那可能都在說 兩三年之後 那希望到時的 希望到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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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的 希望到時的 好一點的 希望到時的 到時的 現在政府就要想 除了真的 傳統拍賣之外 有沒有一些 其他的撥地方法 是可以更加靈活的 包括剛才說過 就是譬如內地 它現在很多一些叫做 熔途企業 園區建設 園區開發 就是我直接 我開了 直接給一大片土地 一個叫做園區開發商 那它就有 譬如簡單來說 它叫承包 它承包了一片土地之後 它就自己在裡面 再找一些企業來 再去分配 那這些不同的 撥地方法 我覺得其實政府 在整個 北部都區發展上面 其實應該是值得考慮 是 Rainer 先談到這裏 休息回來 繼續談下去 好 整個概念是在搭飛機的手上 這邊請問 FWD 賦慰保險情軒 今晚九時半 三菱重工推出了全新420变频静冷分体机 和R32变频窗口机 给了我最舒适的享受 配备紫外光灯和抗过敏源泪网 有效去除细菌 新型号获一级能源标签 采用变频技术 宁静、舒适 两个选择都这么贴心 无论在日本还是香港 我们一定会赶 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 Foodpanda一人餐连运费五十元买单 一人万岁, 尽情狂欢 Foodpanda 荷兰有机Foodpanda 全港唯一源自荷兰有机自家农场 全球首推生物多样性监察系统 为羽牛提供多种食源 成就营养风水的有机奶 有机Foodpanda Prestige 必理痛特强雙风感冒丸 极速击退六大感冒症状 我不会让雙风感冒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 极速起效不冷睡 必理痛特强雙风感冒丸 极速击退感冒症状 必理痛雙风感冒通被判方 快速收鼻水、通被室 新装上市 Mandy订到一间这么棒的酒店 都只需要这个价钱 这么巧Joyce也是住同一间酒店 但价钱就再便宜一大截 为什么? 先看看 Mandy用她平时用的预订网站 而Joyce就上了Trivalgo 找超低价钱 Mandy,下次会做吧 Trivalgo比较各大预订网站的酒店优惠 帮你轻松运出超低价钱 酒店 Trivalgo 每个都笑到衣起彭牙 因为就快有EMPF职金易平台 处理强积金 顾元顾主都更容易 所有账户都能看得到 转换基金 现在更方便 计算工款和购买 一站式更容易 还可以减低收费 有EMPF 处理强积金 这下搞定 今年六月起 强积金计划 会逐个转移到职金易平台 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欢迎大家收看第二节的大明大放 今天的嘉宾就是 团结香港基金的副总裁 和他的研究部的一把手 Rion Rion刚才说到那些发展商 不肯换地 其实这个情况 你作为一个研究机构 会不会因为它不肯换地 政府要出这么多钱 收地出来再拍卖 拖慢整个北股都会区的发展 其实纯粹从收地角度 我不是太担心的 因为你看到政府都很果断 一见到发展商在限期之前 不换地 政府都已经马上收回 所以在时间方面 我相信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反而我有另外两样的担心 如果你说整个北股都发展 第一样就是交通的配套 一些大型基建 其实现在我们常说北股都 有几条铁路是很关键的 其中一条就是北环线 北环线它就是连接 錦上路去到 錦上路到古洞 古洞那里 将整个新界北边的东西连起来 但是现在你看到它的时间表 它去到2034年才可以去全面落成 这里也在说十年的时间 再另一条就是 关键就是经常说 由洪水桥铁路上去前海 那条铁路 刚才北环线就是打通 新界北内面的交通 以内交通 前海那条就是打通 香港和深圳前海的交通 这个暂时还没有时间表 这是第一样 如果交通配套 不能够很快跟上 那对于发展是有影响 第二样就是招商人智 你有土地 你都要有些企业去发展 用才可以 这一方面就是要看看政府 譬如现在有些引进办等等 这些方法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 这些所谓的龙头企业来落湖 我觉得这两点 反而对于整个北都 那个未来发展 那个关键更加大 那我们退一步来看 那我吸引龙头企业来 那其实龙头企业 现在我们讲粤港澳大湾区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那我远一点 现在真的一小时生活圈 大家都知道 那边都是平一点 那为什么它不在那边呢 这个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吸引一些企业 那我们就不可以 就是吸引一些 在香港又做到 在大湾区其他地方又做到的 那其实没有用的 因为你香港 第一 你香港的土地又不是便宜一些 第二 你大家竞争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要吸引 就要吸引一些 我们本身有优势 也都是在香港做 有优势的企业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 为什么香港有优势呢 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大学 医学院 我们中大 但是港大医学院 全球排名是数一数二的 是 你做药物研发 其实最最最上游 一定是医学院的 这个其实大湾区其他城市是没有的 是 但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物医药 都好像发展得不太好呢 就是那个下游 那个浪床 那个浪床 那现在还没有 就是有那个data 也没有那个审批 那如果我们可以 将这两样东西打通的话 那我们在北都做生物医药 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那当然 生物医药是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 可能还有就是做数据 是 因为如果我们要train 一些 现在我们叫大数据模型 真是很厉害的 最重要就是 其实未必是数据的数量 而是数据的一个variety 是 如果我们可以在香港 有国际的数据 亦都有争取到 内地的数据过何呢 没得顶了 那就是没得顶了 那会不会担心 国家安全问题 那当然这个 这个数据真的有很多安全问题 这个当然就要是 包括人的生理data等等 这个当然就要在一个治理机制上面 要想清楚了 要想好它了 那你作为一个think tank 那你刚才说生物科技 那医学院 但是我们医学院 现在培训出来医生 那是不是需要一些医学院 是真是培训一些 我们所谓physician scientist 就是医生 但是他是有兴趣做研究的 真是去发明 去思考 去innovate 那这些是最好的 你只靠scientist 是不行的 是医生知道病人需要些什 知道病是怎样的 然后研究一些新药 新的医疗器 新的treatment 那你觉得是否我们需要 在我们医学院方面 expand 做多一些physician scientist 的training 绝对是 一来就是我们香港本身 医学院要去培训 第二就是都可以去想想 如何吸引一些外国 外地的一些专家 特别可能是一些海龜 就是一些华人本身在外地做研究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 譬如可能中美关系 真是 不是那么好 那他真的香港是有一个优势 吸引他回来的 因为他譬如他在外国 生活了那么久 你叫他回到内地 他真的未必很习惯 那个生活方式 这个没错 这个真的 那你如果真的叫他来香港 我们香港一国两制 亦都是一个国际城市 那如果我们可以吸引到 这些人才回来 亦都是一个很好的 那应该成立了一间 就是本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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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专程培训这类的 医生科学院 其实都可以考虑的 就是另外一种医学院 不是培训 都是培训医生 但是培训那些医生 是另类的 是用来做研究的 其实如果大家都听到 都听到 都有一些大学 对那两家想 你觉得好不好 我觉得其实是好的 因为这个对于 整个生物医药的发展 有这一类的人才 我觉得其实是很需要的 那刚才说到数据 就是数据 is king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个安全问题 就是怎么解决呢 就是很多数据 真的牵涉到很多东西 人类身体里面的基因 就是线线 细胞等等 你觉得比同一个宏观的角度 你说得对 香港这边又连接国际 这边又有国内 你将这些数据 放在一起 data management data farming 真的没得挺 是 真是全世界就香港独一无无 没错 但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 第一就是要治理机制要做得好 第二就是可能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试点 是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在河套 是啊 因为河套 都不知道是谁 第一都不知道是谁 第二就是 它的管理容易 因为你知道河套是四面还河 是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 你都可以在那里面 所以可能先在河套 是 做一个试点 就是 你的数据来了河套 就没事 只可以在里面 去run你的program 就不可以带走 没错 这个如果真的可以做到 再希望可以扩大 去到整个新田 甚至乎北都 都可以用这个模式 是 土地一直以来都是 全香港市民最关心的 亦是商家 各行各业的都很关心 作为一个大机构 香港何去何从呢 土地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名题 困扰了我们几十年 土地其实是很特别的 因为土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商品 或者资源 因为它不同一个杯 一个杯 打烂可以做过 你打烂可以做过 土地呢 你卖了就没有了 除非填海 除非填海 都有限 第一就是 那个规划 要做得很好 因为 规划不只是影响 未来三至五年 如果这个规划做得好 其实是可以影响到 我们未来 几十年的一个关键 第二点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土地储备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 当然可能是SARS之后 政府停了做地 所有大型的做地工程都停了 那就变相令到我们没有土地储备 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息口低 因为经济好 楼价一升的时候 我们绑住了手 因为我们没有东西 存在 所以我觉得 有一件事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 现在 又是经济好像不是那么好 那是不是就是 即刻突然间 要停了所有的事情 停了不做地呢 那如果我们又停了不做地的时候 我们袋里面 没有一些储备 那可能十年之后 经济好 我们又去回 就是 过去大家 大家住同屋住劏房 那个困境了 那你们又回到政府 我们就觉得其实 政府是不应该 停止做地 就算是经济好和差 都要继续做地 最多就是 做完 未必真的放出市场 是 放在袋里 先 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你见它 做那个Marina Bay 是 它80年代开始填 填完之后 有一段很长时间 它都是不移动的 需要才拿出来 需要才拿出来 就是大家存钱 好地 是 多谢Ryan 希望我们这个北都 发展得非常好 非常快 也希望我们找到一个 解决香港土地的政策 多谢 多谢 谢谢 谢谢 谢谢